哈囉各位伊甸好朋友大家早安 終於天降甘霖了 那這些果樹呢 終於得到了滋潤 那今天帶各位來看一下我們庭院菠蘿蜜 這兩顆庭院菠蘿蜜目前的狀況 那今年是109年現在是5月18號 星期一 那今天我們這裡終於下雨了 雨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至少呢有帶來了一些滋潤 這些果樹很久沒有受到這種天然雨露的一個滋潤 因為前一陣子好久沒有下雨 我們都是用人工的澆水 那今天帶各位看一下這些菠蘿蜜的狀現況 那主要呢是要來做一件事情 先讓各位環視一下好了 我再來做 好 那 除了樹幹的部分 那樹上樹梢的部分也結了蠻多果的 尤其是上面 上面那個樹梢的部分有沒有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仔細看 要仔細算的話 它上面有十幾顆果 但蠻高的齁 沒有辦法拍到 好 那我要跟各位講說我今天要做什麼事情 在前一陣子好幾個月前 我呢 在這顆菠蘿蜜上面 幫他做橋接接了一顆榴槤蜜 那橋接這個榴槤蜜呢 原本以為沒希望 那後來呢 他悄悄的存活了 而且存活之後呢 這一陣子喔 不知道是氣候的關係 天氣的關係還是什麼 他長得還蠻漂亮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拍給各位看好了 好的 就是這一顆橋接的 榴槤蜜 讓各位看一下他橋接的位置 用這個橋接的方法 我已經橋接過很多 榴槤蜜 而且榴槤蜜 那橋接的方法 成功率還算蠻高的 仔細觀察一下他的葉片 還有他的質感 上面都有細細的絨毛 那今天為什麼要 拍這個影片呢 因為我今天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要把 這一個枝幹旁邊底下的 這些枝條 沒有用的枝條剪掉 其實不是說沒有用啦 因為這些枝條呢 他其實喔 很有可能接下來會帶出抹花 但是我不想要讓他這邊 結太多抹花 因為結太多果的話 到時候他整個養分都從這邊過來 那反倒是反而 這個枝條 我橋接的枝條 會得不到充分的養分 而影響到他後續的發展 所以我想要讓他加速他的發展 未來這顆菠蘿蜜上面 就一樹兩瓶 會有菠蘿蜜 也會有榴槤蜜 那所以呢 我今天要把這邊的枝條 做一個修剪 幫他做 幫他剪除掉 好首先我要把他這一枝 一看就知道 會搶他養分 先剪掉 那這 這個枝條呢 比較粗 但是有可能會帶來 母花 因為距離太近了 剪掉 趁著老哥不在 老哥上班去 我今天是休假呢 趁他不在 我偷偷的把他剪掉 不然他一定會持反對意見 因為他對果樹的 這種東西跟我的觀念有些不一樣 我剪樹是毫不手軟 那他是會稍微考慮的蠻多的 像這隻有沒有 這隻整個是從他這個枝幹 長出來的 然後上面帶出了公花 然後這邊也是公花 可是後面的這一邊 可能就有機會帶出母花 不過呢為了長久之際 為了未來 長久的方向 我還是要把他剪掉 這隻更不用說了 直接就長在這個枝條的底部這邊 根本就是跟 跟他在搶養分嘛 所以呢 為了他的將來剪掉 好 剩下這邊兩隻 剪掉 剪掉 OK 我現在已經把他的這個 我嫁接的這個枝條底部的一些分枝 正在結果開花的枝條都把它剪掉了 那旁邊還有 旁邊這個呢 就比較不搭緊 比較沒關係 他已經帶出一顆這麼大的母花了 母果已經形成了 那條我就不剪 但是他旁邊的這個我就要剪掉了 不要那麼雜 就這樣子 OK 修剪了這邊的枝條之後呢 他這裡的 養分 從整個枝幹上來的 從這個分枝上來的 就直接供給給他 來 再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痕跡 這邊是我當初這個位置 也是做橋接 做了兩個橋接的位置 那其中上面這個位置 這個橋接呢 是成功了 底下是失敗了 很漂亮的一個 現在發育的還不錯 發展的很好 OK很期待這顆 這顆菠蘿蜜呢 能夠未來能夠也有 琉璃蜜的一個果實 可以採收 所以我們做了今天的這個抉擇 這算是 就算是一個紀錄啦 紀錄這顆 菠蘿蜜 即將 邁入另外一個 里程碑了 也就是說一束良品 當初 這邊我有嫁接是用切接 可是那個 那個是失敗了 OK 再跟 帶各位看一下這邊的結果狀況之後 那我們今天就要跟各位說 再見了 像畫面這個是庭院菠蘿蜜二號 這顆的果 庭院菠蘿蜜二號的果 果皮 顏色比較淺 那果肉表現 甜度比較高一點 那老哥是說這顆的比較好吃 那再來這顆呢 是庭院菠蘿蜜 一號 之前已經跟各位介紹過很多遍的 好 我們再看一下我們剛剛修剪完之後的這顆 流連蜜的樣子 期待他快快長大 我們之後再跟各位做紀錄分享 OK 那這就是我們庭院菠蘿蜜的一個現況 好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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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